用药物吗 其实对于面部的白冰封 我们一般不建议用外用药物 因为外用药物一般情况下分为两个大类 那么一类是盐酸类的 听名字都能听出来 它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 很多患者用完以后 可能会出现发红 灼热 甚至骚痒 影响黑色素的合成 还有可能导致白板的扩散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激素类的 激素呢 长期用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一般常见的就是白板周围 有这个黑色素 沉着 那么还有一些长期用了以后 它刺激周边的毛续血管 出现扩张 也就是我们长期能看到这个红脸蛋 再一个呢 很多患者用的时间长了 局部的皮肤可能